大同公司 海投影 大同公司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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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同公司的公司 向大同公司 21號到22號 異常的行為提出 叫美景提出告發 告發內容主要是 21號當天晚上 7點32分 大同公司發布眾訊 說要半年現增 眾訊裡面說 美股的發行價格不定 但是三個小時之後已經10點37分 媒體上卻出現美股發行價格是4元的消息 導致22號開盤 大同公司的股價從前一天收盤價格的19.65元 時間跌停到17.7元 價差將近2元 盤中出現異常的融券回股的狀況 大同公司的市值 增發了45億 這是全體股民的損失 也是大同股動的損失 我們不禁要問 是誰有辦法先預知 要辦理現增 再配合媒體的消息 打壓相關的股價 我們希望檢調能夠從中追查 是不是有2E的行為 是不是有公司高層人員配合媒體 打壓股價造成放空套利的行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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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